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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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各位來賓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呂正慧先生 他現在是在旦江大學中文系任教 请吕老师来为我们谈 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大诗人 苏东坡 他今天要从苏东坡的诗词来 谈苏东坡很特殊的人生体悟 我觉得这是吕老师 借苏东坡的快乐 借苏东坡的酒杯来教自己的快乐 他就借苏东坡的诗 来谈很多自己的一些感悟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吕老师 吕老师他原本是在清华大学任教 退休之后现在在淡江 吕老师大概这20年吧 他的整个研究的重心 主要还是放在中国现代文学 还有台湾文学的一些研究 当然中国的古典诗词 其实是他的 应该是说他学术上 他觉得最自豪的一部分 那这几年他又重新回过头来 想要谈中国古典文学 所以我这个学期 这次算是最后一次的演讲 就请到吕老师来压轴 就谈苏东坡的诗词 那么等一下 演讲完差不多会预留10分钟的时间 留给各位有一些问答的时间 那大家请好好把握一下 那么等会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吕老师 那么我们现在引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吕老师 大家好 刚刚这个主持人这个盆老师说 我好像要借这个题目来谈我个人的感想 那倒不至于啦 不过我是9年前 从清华大学中文系退休 那时候才55岁 然后到淡江大学 明年我就满65岁 我就准备都不教书的就退休了 这几年呢 有空的时候 常常读苏东坡的作品 主要是让自己能够更看看一点 果然现在日子越过越幸福 从苏东坡上面写到很多东西 就等于跟他讲一下我的心得 苏东坡本名叫苏氏啦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诗人里面 知名度最高的几位 从那个古代的屈原 到这个晋宋之交的陶淵明 再来就是唐代的李白杜甫 这个宋代的苏东坡 跟陆游 陆范红 这几个可能是中国古代诗人里面 在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 家义户晓的 中国诗人的特色就是 常常有一些名记 大家基本上只要读到初中都会知道 譬如说陶淵明说 采齐以东以下又南见南山 这个杜甫 这个李白都有很多名记 朗朗上口 那苏东坡的记者 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多 可能你们都不知道 这个诗记可能是苏东坡写的 随便几个例子 人有悲欢离合 夜有殷勤缘 此事古南前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邓丽金唱的歌 不是如山真面目 子源身在此山中 这是苏东坡的诗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壮浓膜总相宜 这是苏东坡的 还有一句大家一定想不到 这是苏东坡的 春宵一刻值千金 这也是苏东坡的 苏东坡有很多名记 基本上都已经成为我们 日常生活讲话的口语的 只是我们忘记是来源于苏东坡 等一下你可能还会看到很多很熟悉的句子 苏东坡是个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天才 如果讲中国古代的文学形式 他那个古文 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苏东坡古文是列入八大家的 按照一般的评价 他应该是前世名 就是唐代的韩柳 韩律跟柳宋宇 宋代的欧书 欧阳修跟苏东坡 所以古文可以是唐宋 不只是八大家的前世家的 苏东坡的诗 那是宋诗第一名 我们知道唐诗很有名 其实宋诗也很好 那么宋诗大家公认的第一大家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的诗被称为宋诗里面豪旺派的祖宗 我们知道诗是比较婉劣的 可是苏东坡创造了一种豪旺作风的诗 这种诗后来影响很大 所以他诗方面的创造性非常的大 苏东坡的书法很有名 如果大家喜欢字的可能都看过苏东坡的诗 这些字帖 北宋诗大家 通常我们说北宋书法最有名的 苏东坡 房亭间 迷糊 这个是 它是草书头吧 这样子 是这样 一横下来的迷糊 然后菜箱 苏东坡的诗很特殊 很有独创性 这个苏东坡也能画画 不过他画没有那么好 就是他的画论有一句话 他在形容他的好朋友叫文童 他有一篇画论 在谈他好朋友文童画竹子 文童的竹子是很有名的 他说这个文童画竹子之前 他胸中就已经有竹子了 就是成竹在胸 这是我们诚意的 这是他讲的 画他也蛮内行 只是他的画没有像他的文童 还有其他的朋友那么有名 不然能画 他的知名度 就有时候 就是通俗到有点奇怪 我们知道有一种肉叫东坡肉 为什么这种肉叫东坡肉 其实大家也不知道 听说苏东坡很讲究吃的 他讲究吃的不是那个 吃的材料很贵 而是说很平常的东西 他可以煮得很好吃 东坡肉是一种很平常的食品 做得好的时候很好吃 如果你们会下围棋的话 有一种棋叫东坡棋 有人会下围棋吗 那就讲起来比较麻烦 这个跟他讲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东坡棋很好玩的 这个围棋是这样子 可是十九 重的十九路 横的十九路 总共361个较差点的格子 下黑子白子这样分别下 最后看谁占的地多 其实中国式的围棋是讲占地多 而不是沙子多 有一种下法 我们知道围棋有高手跟低手 我的棋力比较差 你的棋力比较强 那就让子 让梁子让三子 那如果两个差不多了 就是稍微抢的就拿白子 黑子先下 先下占便宜的 有一种棋是这样子的 我知道我棋力比你差 我先下 361子 我先站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 你站这个位置 这假设是白棋下这个地方 那我就下这个地方 你下这个地方 我就下这个地方 我就在你的对角 你下一步我就下一步 理论上来讲 因为我多占你子 所以你下一个 我下一个 一定我占便宜 这种棋是 在日本是被认为是 最糟糕的棋 这个棋得不佳 可是苏东坡喜欢这样下 他就开玩笑了 可见他这个人是 非常有创造性 很不守规矩 应该说他因为很聪明 所以非常顺利就搞上进士 他是四川梅山人 如果大家去大陆的话 你们去热山大火 看大火 就会经过梅州 梅县 梅山再过去就是热山 其实去热山看大火 一定会经过梅山县 那个地方现在都跟苏东坡的古迹有关系 所以如果去热山的话 顺便就去梅山 梅山算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在古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二十二岁的时候 他从四川来跟着他爸爸 还有他弟弟 两个 爸爸 比如他们 儿子两个人 一起到开宏来考进士 一考就考上 而且考第二名 当年的考官就是欧阳修 当代大文豪欧阳修 他担任主考官 他看到那个苏东路文章说 哇 这篇文章太好了 第一名 立哥给他第一名 后来想说 因为那一年他的学生叫曾龚 也来考进士 然后宋朝的考建是迷洪的 我们考试不是叫迷洪吗 宋朝就迷洪 因为考进士是非常严格的 不能作弊的 而且是超考建的 我们会认得笔记 现在我们如果电脑化就 电脑化就不认得笔记了 是 因为以前考进士就是学座文 没有什么是非题 选择题就是学座文 学座文通常 如果你跟我读书 读了十年 我让他认得你的笔记 所以改考建的时候是超一遍 所有的考建超一遍再给你看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认笔记 那一年是曾龚的考进士 欧阳修想说 我的学生也写得很好 万一这考建是他的 那自己把自己的学生取第一名 虽然说是不认得笔记 可是也是不太好 他就给他第二名 降回第二名 就迷洪一猜二猜之报 不是他的学生 是苏东坡 非常欣赏苏东坡 他就跟人家讲说 我老了 降下的文坛就是他的天下 考上的那一年 还有他弟弟也考上 当时的很多大臣都 很喜欢这两个兄弟 隔了几年以后 因为你考进士 考进士这样 你的名次比较前面 你做官的时候 起跳就比较高 你的名次在后面的话 你这样的做官就比较困难一点 虽然我们考得很前面 大家觉得他虽然很前面 还要给他一个好机会 就要考特考 古代也有特考 特考就是皇帝下令特考 这特考如果考上了 你起跳更快 所以有一年 大概中完进士两三年以后 大臣就跟皇帝建立说 我们进行一个特考 其实大家知道 那个特考就是要给那两个兄弟考上 让他们升官快一点 因为升官是有规矩的 就几半特考 结果没想到特考前几天 输册感冒 就不能上考场 有人跟皇帝讲说 这个特考其实就是为他们两个兄弟 量身定做 现在一个考一个不考 太可惜了 皇帝说那延期吧 皇帝下令特考还为了输册延期 延期以后两个都顺利考上 因为其实就要给他们考上 皇帝亲自口试 彼氏完了 皇帝亲自口试 回到申宫里面 回到皇宫里面 就非常高兴 皇后就问他说 陛下今天这么高兴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 他说 我为我的子孙准备了两个宰相人才 他认为这两个都非常优秀 准备将来可以当宰相 年轻的时候非常得意 因为很得意啊 而且苏东郭这个人啊 财气大 不守规矩 喜欢讲笑话 就很容易得罪人 他跟人的相处都很好 可是不小心就会 朋友鼻子比较扁 他就做一首实乞下他的鼻子 如果头比较早吐 他就做一首实乞下他的朋友 其实很多人度量不是很宽大 就被苏东郭一起笑 就怀恨在心 当面没有表示 后来就怀恨在心 所以他后来很不顺利 年轻的时候非常得志 到中年以后 就非常不顺利 主要是碰到那个新旧党生 我们知道黄安石变法 后来拥护黄安石的叫新党 反对黄安石的叫旧党 那么因为赞成变法跟反对变法 就变成分成两大派系 苏东坡是反对黄安石的 所以他属于旧党 在新旧党争的过程里面 因为党争很厉害 一下子新党得势 然后过来就旧党得势 新党得势 政局患悟好几遍 那个严重性超过我们的兰匿变几 非常严重 所以很多人就 我旧党得势的时候 我就把新党贬出去 新党得势的时候 我就把旧党贬出去 宋朝党真 有个好处就是 不杀人 就把你贬得很年很年 那么在这个新旧党真的过程里面 遭遇最惨的是苏东坡 他两次被贬折 第一次被贬折到方舟 那时候他只有四十几岁 那个时候 他是应该说 他第一次被贬折很严重是在黄州总共五年前后五年 他第一次被贬折很严重是在黄州总共五年前后五年 因为宋朝党贬官通常是一任三年 三年以后调官 五年都没有调官 黄州安置 就是软禁在黄州 不准走出黄州一步 就是限制范围记住 不得签书公司 就是不能签公文 事实上就是不签管 薪水几百个酒袋 因为那个中国古代酒都是公卖的 盐跟酒铁都是国家卖的 一般人不能卖酒的 这国家最大的税收来源 那么国家制酒厂制出来以后 用那个皮囊 就装酒 然后再印到河地去 那每年都会剩下几千几万个皮囊式的酒袋 苏东坡的薪水就是 我忘记几百 就假如说五百个 一个月的薪水 五百个酒袋 你自己设法 所以刚开始很穷 这是他第一次很倒霉的时候 在宋晨中年间 第二次他快六十了 被贬折到广东的费州 就是现在的广东的梅县附近 广东的北部 不久之后又被贬折到海南岛的丹州 这是念丹 这个旧党失势 新党得势以后 重新把旧党全部贬折出去 苏东坡被贬得最远 贬到海南岛 他唯一到海南岛的 差一点死在海南岛 后来六十五岁才离开海南岛 六十六岁死在江南 所以他的挫折非常多 就是年轻的时候 财气中恒 大家都看好他 进了中年以后 就是处境很差 应该说所有的那个 新旧党史党真的 参加过党真的人 他是遭遇最差的人 所以他遭遇过很多磨练 你知道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表现得很好 中年以后被受打击 这是很难过的事情 中国人曾经这样讲 说人生三大不幸 第一大不幸就是少年得志 你少年得志 三十岁以后突然 三四十岁一解不争就完了 我很多朋友都少年得志 我很多朋友都少年得志 顺便讲一下 另外两个 人生三大不幸的另外两项 第二项就是老年得志 老年得志 就会把孩子宠坏 就会把家产发光 第三个男孩子一定要注意 齐齐太美 齐齐太美是人生大不幸 苏东坡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中年以后非常失忆 后来又恢复得志 后来又很失忆 几度上下 在人生里面 备受折磨 可是他应该说是处理这种 挫败跟那种苦难 是处理最好的 为什么后来大家那么喜欢苏东坡 就是读他的诗词里面 可以了解到他如何在这个困境里面 还能够操脱出来 最后全部抗开 最后反而觉得自己很幸福 这个非常不容易 应该说 把儒家跟道家的人生修养 结合在一起 达到一种很高的超脱的境界 而且能够写出很迷人的诗词 这是中国作家里面 最好的作家 有的诗词写得很好 像杜甫的诗是写得很好的 可是看杜甫的诗 没有超脱的感觉 访他觉得很难过 因为他把国仇家难都写得很动人 所以你看了一定会心情很沉重 我有一年讲杜甫的诗 讲那个安死之道的诗 讲完课以后 我换都吃不下去 因为确实很感动 杜甫的诗不会让人家超脱的感觉 李白的诗很豪迈 豪迈我是觉得我们做不到啊 因为他是豪杰 我们普通人嘛 所以只是佩服李白而已啊 可是苏东坡跟我们一样啊 他也有痛苦啊 他也很难过啊 他也很孤独啊 可是他后来也慢慢抗开了 就好像说我们的心情啊 读着他的诗的时候 可以随着他的作品逐渐调整 然后你自己就知道 原来可以这样抗开 所以我就说人生体悟嘛 苏东坡的文字实在是太好了 有时候是没办法 就是你就会觉得他好 我常常举了一个例子 他想念他太太 他太太 第一个太太早死 十年后他写了一首词 说十年生死两盲嘛 不思量自然吧 这多好的继续啊 十年生死两盲嘛 不思量自然吧 这继续太平常了 很老实讲啊 我都觉得这个继续我也写得出来 只是不小心被他先写了 这个实在 他的继续就能够写得这么好 而且非常平常的继续 这很大天才啊 所以他那个诗词 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很熟悉 就好像我要讲的 他先帮我讲 他很多诗都是这样的 像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人有悲欢离合 夜有殷勤缘切 此事古难前 这没有办法 人生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要看开 那我们只要看开嘛 这个是他的文字的好处 看开的人事实上可能很多 可是看开以后还能够把他那种 那种很难得的 可以给别人作为借鉴的那种体验啊 用这么通俗 而且很容易深入人心的字迹 把它表达出来 这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会觉得苏东坡是好朋友嘛 我们觉得李白是一个值得我们佩服 仰慕的一个天才 杜虎是一个叫做爱国志士 那么苏东坡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他跟我们是站在一起的这样子 这是苏东坡很受欢迎的原因 那今天我就讲一些作品啊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他那个低峰性 是他答复他的好朋友秦冠的一峰性 我们念官 大家知道秦冠是苏东坡的学生嘛 苏东坡有四个最重要的学生 我们叫做苏门士学士 庞庭跟秦冠 曹卜茨跟张烈 那么太熙是他的志 他被贬得到黄州的时候 很多好朋友啊 写信问候他 安慰他 他就一一回信 里面很多信都很有名 其中最能够表现他的生活的 就是他这一封信 这一封信写得很长 我是截入两段 他说我刚到黄州 我就直接翻译了 不练 没有薪水了 顶入啊 我的薪水就断绝了 家 家里面啊 人口很多 有太太 有小孩 有亲戚 有仆人 大概有十几口 私生幼稚 我私底下 我个人是很担心 但痛字节俭 所以我就下定截心啊 要节俭过日子 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我每天用的钱啊 不超过一百五十个铜钱 中国古代是那个小铜钱的 每月朔 每月初一 朔就是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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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是十五嘛 七月既旺 就是七月十五 每一份用布包起来 就是一块的 所以分成三十块 我就把它挂在屋梁上面 屋梁很高嘛 那么我每天啊 早上 平淡 一大清早 我就用那个叉子 就好像叉油那个叉子 上面叉一块下 然后花一百五十个铜钱 如果那一天花不完啊 平淡用花叉挑起一块 集藏器叉 就把叉藏起来 不在哪儿了 人里大竹筒 我另外准备一个大竹筒 一百五十个铜钱 如果今天只花一百四十个 那剩下十个 我就放到竹筒里面 就每天有一点剩余 这样的话 别组另外放那些用不完的钱 用来接待宾客 这样客人来了 我就从那个剩钱里面拿出来 我就是这些钱啊 我只能买这个 这个最差的酒给你喝啦 是贾云老法 这是我一个老朋友 叫贾云老 他是年纪比苏东坡大嘛 所以他升了贾云老 这是贾云老 节俭的方法 路囊中尚可知一岁有余 我衡量一下我现在的这个除夕啊 大概至少可以致辞一年一年多 致辞别做精华 到时候钱用完了再另外考虑 水到其成不惜毅力 我相信我这个一年半用完钱以后 自然就有钱啦 水到其成啊 也不需要 我有担心啊 因此啊 我胸中多无一事 虽然现在没有薪水啊 我一点都不担心 就很看得开啊 你可以看出他的那个心胸 这么节俭过日子 而且钱只剩下一年多的钱 他还认为说日子很好过 反正讲的就是有钱了啦 这是他的那种 调整心态的方法 你说他就是这么乐观吗 那也不一定 我们看 这是他刚到黄州不久 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信 现在我们刚在看 他在刚到黄州的时候写的一首词 他那个时候 宋朝的被贬折官员 如果严重的罪过 有一个规定 就是不能住宿舍 各地方地方都有官舍 你不能住官舍 要自己盖黄州 又不给你薪水 还要自己盖黄州 你怎么办 所以通常被贬折的官员 都住在庙里面 先借住在庙里面 他住在那个定会宴 黄州定会宴 寄居的时候做的 这个会 有时候写成这个智会的会 苏东坡刚到黄州的时候 是住在定会宴 所以大家看到黄州的作品 有很多说定会宴怎么样 定会宴怎么样 就是那个时候他住在庙里面 他的家属还没到 他一个人住在庙里面 他用一个象征的方式 来表达他的孤独感 切叶挂书筒 残切的叶量 挂在稀稀疏疏的五筒上 肉断 能处近 以前是水肉祭食 到半夜的时候 水肉祭食的声音就一来一少 漏断 人出境 谁见幽人 独往来 飘渺故红 好像有一个幽人 一个人在那边走来走去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孤独的红 在这个庙里面 广场上走来走去 驚起 却回头 他听到 后面有一点声音 就 吓了 回头 是什么 惊魂未定 因为苏东坡 刚在 为了这个 这个罪我忘记讲了 被审判了三四个月 最后 差一点被判死刑了 最后 就 房地原谅他 就把他贬折到房桌 就是 精魂未定 所以听到声音 就回头看 是不是有人要害他 有恨 无人行 心中 有很多的恨 没有人能够理解 行茶 理解 简进行之不肯去 良情折磨而去 不是说 給我有什么地方住 我就去住 那看那个好木我才要住 忠诚则主而是 这个表示说 红鸟是有志气的 今天晚上 所有的树枝 没有一颗树枝 是合乎我的意思 简进行之不肯去 急冒沙洲龙 所以只要 一个人 咕咕嘟嘟的 在沙洲 渡来渡起 淡淡 顾红鸟 这是他比较悲哀的棋子 可以看出他的孤独感 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他是被用那个毁谤 他是以这个毁谤皇帝跟朝政的罪名啊 被起诉的 中国最早的文字役就是他的 因为苏东坡 诗词 很喜欢他的诗词人太多 那么 宋神忠 就用王安石变法 专心 一致的用王安石 任何旧党去欠解他都不听 那么 苏东坡 后来就不愿意在朝中 就到外面去当刺史 那么常常写诗作文 就哄刺心法 那苏东坡的诗词 这个文章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大家就传操 古代的传播不发达嘛 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视 苏东坡是古代 最有力的宣传家 任何人看到他的诗词 就会反对心法 这皇帝就觉得太麻烦了 这等于是 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李敖已经不行了 李敖加柏洋这样的作家 传播力非常强 所以他的诗词要一写出去 就很多人在抄了 他在杭州做官 掉到密州去 他在杭州的作品就出版了 人家就把他收集出版了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 人家就帮他处市集了 他都不用出钱了 当然他也不拿稿费 古代是没有版权观念的 别人还嫌作品 他还参一些假的经济 他活着的时候 到处都在传操中的诗词 新党也知道 没办法 这个人实在是没办法 叫他嘴巴闭起来不闭 后来有一个新党的一个官员叫沈阔 大家知道这个人 这很有名的科学家 我们练沈瓜 大陆练沈阔 这个沈瓜有一次就到杭州去 然后就跟苏东波讲说 诶 这个 子沾 他的字叫子沾 你这个作品太好了 这个能不能给我抄啊 多拿去抄 他就回去抄一抄 抄一抄 回去就送给新党 大家到里面找毛病 就把那个 讽刺抄这种跳出来 然后还嫌不够 就到处去找 有两个议事 监察官 监察委员 到处 把那个苏东波的作品找来 然后跳出来 跳出来 加诸解 因为很多用典故嘛 皇帝看不懂 所以必须加很详细的诸解 这个案子 叫做乌台事案 乌台就是议事台 就是监察院 等于我们现在监察院 那弹河官员的监察院 就关在监察院的监狱里面 关了 竹竹关了三四个月 最后 很多人替苏东波求情 也不知道怎么求 反正罪名是 孔赐皇帝跟皇帝的祖先 我说很严重 所以他第一个文字译 事实上是中国 有史以来的公开审判 当然也有 汉朝有一个人写信孔赐皇帝 被皇帝砍头的 洋印报孙慧中书 就是因为皇帝被砍头的 那个不叫文字译 那这个皇帝很气的 就直接把他杀掉了 这个有审判 审判了三四个月 最后也不敢杀他了 因为这个皇帝 要杀掉苏东坡 这个皇帝一定臭名满天下 杀掉这么有才气的文人 是任何皇帝都不敢杀了 所以就赦免了他 就被人皇宙安置了 但他说 惊其一切回头 被吓坏了 惊魂未定 这样子 这是他的 比较 应该说是比较悲哀的曲子 我们来再看一首 他心情不好 我不是说他永远心情很好 不是这样子 我们看那个 第二夜 翻过来 西江夜 这也是他 比较悲哀的曲子 四四一场大门 苏东坡喜欢说人生如梦 他常常喜欢讲这种话 还有一句话 大家也很熟悉 四如春梦了无狠 这也是他的名记 苏东坡诗词里面讲到 人生如梦的记者非常多 四四一场大门 人世间的事情都像一场大门一样 我怎么想也想不到说 我会别走到房州来 连薪水都没有 然后 人生过得很快 春去秋来 秋去东来 人生几度新凉 一个人的一生 一个人的一生 能够度过几个秋天 没想到秋天又大了 几度 能够过几次的 新的秋天 一年又来了 我又老了一年 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 夜来 风夜 雨明朗 晚上的时候 你已经听到秋风 吹着树叶的声音 在走廊上 在乌廊上 都听得到 夜来风夜 雨明朗 就是因为 秋天的凉风来了 所以风夜雨明朗 我又老了一岁 看起眉头 病伤 你看看我的眉头 看看我的两病 男人最容易看出白头发的 就是眉毛跟病角 你看我的眉毛 看看我的病角 都已经省出白发了 酒见长愁客少 而且我没钱 所以我家里的酒很差 朋友都不愿意找我 因为我提供不了好酒 因为酒不好 所以我常常担心客人太少 夜明都被淫晃 我说十五嘛 应该是满夜的时候 夜亮明亮的晚上 偏偏又被乌云遮住了 被蛀云妨碍了 爱喝酒 爱交朋友 又没有好酒 好不容易看到一如明夜 偏偏乌云又满天 都不得已 中秋水雨共孤光 中秋节的时候 谁能够跟我一起欣赏 这样的孤独的夜光 酒不好嘛 所以没有客人 夜亮又不好看 就我一个人孤独 中秋水雨共孤光 拔展其他别忘 所以我一个人 默默的拿了酒杯 望着别忘了 心里很难过 比方就是他弟弟嘛 他想念他弟弟 他通常 中秋节的时候 想念人都想念他弟弟 他们兄弟感情非常好 这也是写的很悲哀的启示 所以苏东坡的诗词里面 悲哀的不是没有 不太多 所以我们读悲哀的东西 是因为 那个悲哀的东西 可以看出说 他也是平凡人 他不可能心情不好嘛 没有一个人说 永远心情快乐的嘛 可是不好的时候 就看他怎么调整嘛 他有很多调整的方法 所以说人身体悟嘛 所以我们先讲一些 他比较痛苦的作品 再看看他的调节的方法 他第一个方法 交朋友 尽量交朋友 这个不要一个人 关在房子里面 那会得忧郁症 我们再回到答情态西书 来 第二段 那个戏里面有两段 我们看第二段 首基 我住的地方的对岸 是武昌 山水佳起 山水非常漂亮 有属人王生 在义 这是错了 这是我太太打错的 不是我打错的 她其实也没打错的 她是嘴巴放错的地方 我一个四川人 我的同乡姓王的 他住在那个地方 义就是那个 诚意嘛 往往为奉陶所格 我常常去找他 然后因为长江风浪大 我到他家去以后 因为那天风浪大 我就不能急归 不能马上就回来了 那么王生啊 就能为沙鸡催俗 就沙鸡给我吃 催那个煮最好的米饭给我吃 那个米饭里面 加一点黄薯啊 是比较香的 这个黄粱们嘛 薯就是黄粱嘛 住至四五日不厌 我可以在这儿住好几天 他也不会讨厌我 不会觉得厌恶 这王生对我很好 又有攀生者 还有一个攀生啊 他坐酒店黄口 他在黄口还有酒店 我常常啊 自己划的小船 就让他变像 这个春酒益智醇 醇醃 醃醃 醃醃醃 这个字也错识的 就是酒很香 很纯很香 叫做盐 虽然这个王生 只是一般的酒店 只是春酒而已 可是也很纯厚 好喝 所以我想喝酒 我就划船到他的店里面去喝酒 还免费的 干及皮四极多 这是南方 所以水果非常多 大一头啊 藏一尺鱼 不见属中 不输我们四川的一头 另外啊 这个齐亭煎酒啊 齐亭是个小地方 酒是官卖的 所以有人在看着 这个叫酒间 算是公务员 叫做胡定之啊 他这个人很奇怪啊 他常常啊 因为是水路嘛 他载了书 万件 他一面煎酒 一面载万件书 在水路走 看到有人说 借书他就借人家看 载书万件水行 喜借人看 所以我要吃鸡 我去找王生 我要喝酒 我去找韩生 我要看书 我去找这个胡定之 我就不要全部练了 这个蛮长的 苏东坡说啊 他说我上至一皇大帝 下次起宴小儿 我都可以跟他论交 就是他好交朋友 而且很随和 完全不看身份的 所以他到任何地方去啊 他到海南澡去的时候 跟少数民族都处得很义快 因为他知道他以前做过很大的官 后来现在是罪人 很随和 所以大家喜欢跟他来往 没酒吃就得 苏东坡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说 好几天没吃到肉了 今天那个梨主某某人 因为他们拜拜 一定有肉 我今天有肉吃 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因为中国人农村就是很好客 客人就是请吃饭请喝酒 就绝对没有问题的 今天没酒喝就到那边去喝 所以他就好交朋友 只要交朋友 就能聊天嘛 就有酒喝嘛 他也不是为了喝酒 或者为了吃人家的鸡嘛 就是好交朋友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交到一大堆朋友 然后盖房子 人家就帮他盖房子 他后来就在那个 离定慧院不远的长江江边 江边的堤房上 在东坡上 就盖了一栋房子 从此以后他才 字号东坡祭祀的 就是这个时候才开始 号东坡祭祀的 就是人家帮他盖 他的朋友 每个人都帮他搬 搬磚搬瓦 有钱出钱有利出力 就房子就盖起来 所以每一次 那个扁官的时候 那个曹廷他的政敌 想要给苏东坡难过 就 偏偏他就很愉快 因为不久他也帮他房子盖完 大家看一下那个 那个 他被扁到惠州去了以后 那时候 他已经快六十了 而且他的大儿子 小儿子 他的大儿子 二儿子 都不在他身边 他只带了一个小儿子 带了一个 等一下要提到的一个小妾 叫招隐 都带两个人去 都快六十了 也是当地人帮他 把房子盖好 盖好以后 他就很高兴 就写了这首诗 大家看那个 重笔 不不 对 对 第二页最后一首诗 在惠州写的 他刚到惠州 过了一年多 刚把房子盖好 他觉得很愉快 就写了这首诗 白头消散 满霜空 满头白发 乱蓬蓬的 像我这样没梳 这个 整个 这个 霜 下霜的天气 是霜空 秋天的时候 白头消散 满霜空 小阁 黄日的一个小阁 安置了一张 藤椅 小哥 藤床 疾病龙 我就躺在藤床上 安养一下我身边的躯体 病刚刚好 抱到先生 春睡 你告诉那些打钟的人说 现在先生睡得极好 道人轻打五根钟 敲钟的时候打轻一点 我要把苏先生操醒了 这个 这个贬折的生活过得很愉快 这首诗 不久之后传到开封 看到正底叫张纯 张纯说 苏先生你过的日子那么逍遥啊 好 那就让你过海南岛吧 就下令把他扁到海南岛去 就为了这首诗 人家很气他 会把他整死不可 结果他就从海南岛回来了 这是 他的毛病就是这样子 有一点 得意过神 这首诗就是有一点得意 就是等于是跟他的正底 别苗头你看看我日子过得不错吧 好你既然过得不错 我再让你在渡海过去 他说浩交朋友 他不管在惠州 在这个 丹州 还是在荒州 都是一大堆朋友 每个人都帮助他 最有名的故事 他被贬折到惠州去的时候 杭州几个庙的和尚 大家都集在一起商量 说 哎呀这个东坡又被贬折了 我们想办法帮他一点忙 结果大家就凑礼物啊 凑钱凑礼物啊 那谁送去呢 有没有人可以去 和尚比较没事干 那个有一间和尚 有没有专门办采购的 买东西啊 厨房里面采购的 体力很好的 一个和尚说 那我去 反正我没事干 他就把朋友的书信 礼物啊 通通带着 一路坐船走路 大概花了三四个月才到广东 那广东再把很多信啊 礼物都送给苏东坡 他就 常常就有很多这种 民间的好朋友这样子 这是他 在什么地方 日子都过得愉快的原因 就在任何地方啊 都不把任何地方 当作一个异乡 因为我们到贬折地 有两个让我们不舒服嘛 一个就是不习惯 第一不习惯 第二个就是人不习惯 口音不一样 人家广东人讲的是广东话 那时候是不是讲广东话 不知道是南蛮绝石之言嘛 苏东坡讲的是四川话 他还会讲官话 可是他到任何地方去 言语不通 海南岛的李祖 他怎么会讲汉话呢 可是他还是会变成好朋友了 就不想他怎么交朋友了 一个是人生地不熟嘛 生人都会变成熟人 那地不熟 他就想办法 让他觉得这个地方是 他可以习惯的地方 还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 一个是想念家乡 那很简单啊 任何地方都有像家乡的地方 你就找那个像家乡的地方 第二个 任何地方都有家乡没有的好处 你找那个家乡没有的好处 日子就过得愉快了 我们看一下 十荔枝 第二页 上面一首 他在惠州 羅湖山下 赤荔枝 羅湖山下 四十春 四十都是春天 四季如春 如己揚美赤荔心 先是鸡子 鸡子吃完了就吃羊梅 羊梅吃完了就吃荔枝 水果非常多 四川没有这么多水果 日看荔枝三百颗 我每天啊 可以吃三百颗荔枝 不吃常做荔枝 所以 永远做荔枝 我都日子可以过得很愉快 没有关系的 每天有荔枝吃 这个怎么算贬折呢 就是 看故乡没有的好处 他刚到惠州的时候 他刚到我们讲两句就好了 刚进到惠州 惠州是广东啊 宋代是很偏僻的地方 我们知道 明朝的时候 王阳明被贬折到 贵州农场役的时候 都吓得 每天睡在棺材里面 怕得张力之气 你看那个时候 当然贵州比广东更偏僻 但是唐宋时代的贵州 广东还是很偏僻的地方 张力之气很重 因为人傻 野兽多 大自然都没有破坏 所以张力之气比较 南方比较炎热潮湿 他刚到贵州说 仿佛成有 奇怪了 这个地方 我好像曾经来过 难道我做梦来过吗 心然 鸡前 四心 看起来好像我老家一样 这个要讲的故事比较深痛 我们知道刘邦是 习州封县跟佩县的人 刘邦的开国工程都是这两线的 封佩子弟 然后他当了皇帝以后 就把他老爸从厚佩就迁到长安来 首都在长安嘛 在陕西 他老爸年纪很大 因为他老爸 刘邦年轻的时候常常骂他 每天有所好险不长进 连个家也都没有 他当了皇帝也就很得意 结果老爸接来说 老爸我今天赚的家庭够不够大 跟他老爸夸耀一下 各位日子他问他说 怎么样日子过了 不好玩 皇宫不好玩 我说我们不好玩 又不像我们家乡 人家有没有封县 配县那个地方 有庙就可以聊天 有我好朋友都在那边 我要吃东西都不在这边 这有什么意思呢 我要回家 这地方蛮头洞啊 就在长安附近 把一个县啊 建设成跟封县一样 街道 马度 房子 全部跟封县一样 把封县的 他爸爸的老朋友 从中强迫牵过来 然后叫他爸爸出在里面 这叫辛丰 辛丰是在长安附近的一个县 是刘邦为他爸爸写的写 只有当皇帝才能这样做 仿佛成有 我进到惠州来 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啊 曾经来过啊 难道是孟宗来过吗 辛兰基前 一进来 也有鸡啊 也有狗啊 也是有吹烟啊 都跟我家乡一样 看起来就像跟我家乡 那个封县 完全一样的辛丰县啊 所以他要讲典故 就是辛丰啊 就是 就好像我第二个家乡 这样就有什么不好呢 人情 有一句 人情是故乡 风俗人情 都很像老家 何况又有栗枝 又有洋梅 又有乳籍 这个水果吃完了 就吃下一个水果 一年四季都有水果吃 这种日子有什么不好 所以他就很愉快了 这是他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任何刚到的地方 他是很容易调食的 我们就说 人生地不熟嘛 其实我们在异地他乡 所以不愉快 就是 这个 见到的人都陌生嘛 这个附近的环境 我们都不熟悉 其实你就 只要朋友加下去 就没有什么人情 人生地不熟 就人情是故乡 所以到到任何地方 就都会处得很愉快 可以跑边全国 如果只有自己家里 日子还好过的话 那你永远 永远就走不出自己的 家里一步了 这样日子就很难过 这个我们只是零零碎碎地讲 他还有一个方法 这一只也很有趣 在第三列 苏东坡有很多短短的笔记 这种 通常叫做东坡小品 其实这些都是他随所写的杂记 有感想就写下来 别人就拿器就把它抄下来 这种笔记很多 这一篇叫做 游松丰亭 要讲到他惠州的事情 宜长一基惠州佳佑市 他在惠州的时候 曾经刚开始住在佳佑市 重步松丰亭下 在松丰亭下就 大踏步 散步 逐利疲乏 走久了 觉得很累 诗意就临止息 想要啊 就临 接近树林的地方 休息一下 有个树荫的地方 望亭乙上在木木 有亭子的 乙就是有屋顶 亭子有屋顶 望亭乙 在很高很高的 树木最高的地方 意味 是如何得到 心里想 哎呀 怎么能走到那个地方去 我都累死了 还要爬五百步的山路 忽悦 忽悦想说 此间有什么些不得处 那这个地方不能休息吗 一定要那个地方吗 坐下来就休息 就很舒服了 我常常写他这一招 有一次我们等公车 那次不知道怎么 等了很久 那时候我们比较穷 舍不得坐计程车 等了二十分钟 公车还没到 我已经脑头子累得要死了 公管那个附近 这个红砖道有点阶梯 我就坐下来 我就拿烟就抽了 我太太说 你是什么样子 你是大学教授 我说 我这个上面有些大学教授 没有人知道我是大学教授 所以我抽了两根压车子才来 我很愉快 他累得要死 他活该啊 所以我喜欢 我喜欢在北京散步是什么原因 因为 什么地方不能坐下来休息 任何地方都可以坐下来休息 警察及的门口都可以坐下来休息 就是你一坐下来 抽烟没有人管你 这是苏东坡的方法 所以穿衣服不要太整齐 因为你穿西装打领单 你不好意思坐下来 我穿两起坐下来没有人管我 就是 就是 只要你想休息 就可以休息 你只要松一口气 就可以松一口气 那我赚 我说我要赚五万块 我才能怎么样 我赚两万块 我也可以怎么样 为什么一定要非五万不可呢 就是苏东坡的方法 他说 没钱就没钱的过 有钱就有钱的过 这个把它比喻的来讲 此间有什么谢不得处 有什么不能这样就算了呢 就算了吗 还要怎么样 这样一想就 心里就很舒服 不要计较 这是他越老的时候 越能够得到的一个经验 大家有空 看那个 四比字诗 这非常好的一段 下面还有 书 上沿 越有 这段也有 那是海南岛的 四比字书 两段都是海南岛的 现在我们要回到他的那个 刚刚讲的只是一些 零零星星的 比较世俗性的东西 可是他能够提供你一种 这个就是 可以说什么 人生观 体悟 思想 这种东西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那把日子过得愉快 不难 你还能了解到一些 人生更深刻的地方 下面我们讲话这一类的作品 这个作品 其实很多作品 大家都很熟悉 最有名的在第一页 那个定空坡这一首 在黄州的时候 苏东坡因为去扁了好久了 还不掉官 他想他完了 就决定了 就决定了 在这个黄州长住 正要打算长住下来的时候 有一次碰到 想要去买 买田 有一阵子常常跟朋友看田 什么地方可以买一块田 干脆这个地方 中老算 就当个地主农夫算 有一次去看田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就碰到 下午就下了一场雨 然后他们都没有带雨衣 就很狼狈 他就写了这首词 他欠他的朋友 莫听 川林打月神 那个鱼穿过林子 打到树叶上 穿林打月 是指那个鱼 从天上下来的鱼穿林打月 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那个 本来鱼身 是没有鱼身的 可是你有叶子 或者有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的屋顶啊 就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那没有穿雨衣 加上霹哩啪啦的那个鱼身 心里很还躁 又想躲鱼 所以苏东坡就说 大家不要去管 那个凡人的 穿林打月的鱼身 何谎吟啸啪啪 你就当做没一回事 一面吟啸 一面慢慢的走 在雨中漫步也很好啊 怕什么嘛 何谎吟啸啪啪啪啪 竹葬盲邪 亲生嘛 虽然我们没有乙气 可是我们有竹子做的拐杖 我们穿了草鞋 竹杖盲鞋在雨中走起路来啊 比骑马还一块啊 比骑马还轻快 谁怕 有什么好怕的 一缩烟雨 任平生 满天梨的烟雨 你都可以这样走下去 你都可以这样走下去 人生就是这样子 怕什么 廟翘春风吹酒醒 因为他们喝了一点酒 而且是初春的时候 初春的时候春风比较冷 廟翘的春风吹着我们中午喝了 酒醒了 微冷 一点点冷 不什么冷 一点点 前面说谁怕 后面说 微冷 一点点 山头 学照 且想 不久雨就停了 山边的夕阳就出来了 就来迎接我们了 就来迎接我们了 这个时候 你再回首向来消色处 再回头看看 刚刚 向来就刚刚 消色的地方 再回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什么也没有啊 这当然可以说是死血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是象征 我们知道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 这首是苏洛波极有名的作品 大家都喜欢 你人生里面 碰到苦难 就下雨 穿林打夜深 这个时候你不要急 何妨淫笑 学习行 谁怕 就大大步走过去 没有关系 任何困难都可以度过去 等到困难过去了以后 山头 学照 就来迎接你了 你再回头一看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啊 你就把那个困难就度过去了 也无风雨 也无情 你好像下过雨 又好像没有下过雨 每个人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只要你不怕艰难 咬紧 咬关 度过去了 大概后来想说 奇怪 我那个时候怎么度过去的 就想一想 就觉得不容易 就是没事 我大概有几次的 有一次最严重的是 我爸爸人非常好 可是他有时候糊涂 他是开车子的 开车子的时候 然后他就退休 那千年要再 他爱赌博 就把那个 老爸爸通通退了 也不跟我们讲 退了以后 哇 糟糕 要开个大手术 那个时候 不开手术就死掉了 只好趕快退到医院去检查 意思是说 我一开始会动手术不可以 就是太严重 不动手术 两三天就死掉了 我说 老爸 你跟老爸怎么样 退了啊 我说什么 要求 那时候 我的运行只有一万多 刚当大学讲师 只有一万多 我太太的运行 三万多比较多一点 她当会计 怎么办 我说她多少钱 她说起码也五十万 哦 要求 这怎么办 那只要想办法 后来还好我妹妹说 大哥我有个方法 我是公务员 她在台塘做打字小姐 虽然是打字小姐 也是公务员嘛 她帮我贷款 帮我说 安逸扣 安逸扣 几年就放光了 也不觉得很辛苦 其实那个时候是 花了很大的力气 每年大概要 要省下三分之一的钱 才能还那笔贷款 大概还了三十年 再放光 就五十万 所以我度过 蛮难的一段 其实也后来想 没什么 我太太说 那一阵子好像也不觉得特别难 可是 确实债务很大 对我们来讲是不得了的债务 民国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非常大的债务 这个还不是我度过最艰难的 可是 就过去了 所以后来碰到 什么难的事情 我说 坐下来 想一下 大概不要那么担心 过去就好了 这是速通过的方法 因为人必须要碰到折磨 就是一次折磨 两次折磨 三次以后你就习惯了 所以我就很看不惯 那个什么 失业就是全家去自杀 看了是要生气 我听到一个女的讲的最过瘾 她先生要自杀 她说 要死你去死 你去跳还好 小孩通通留给我 我来养 这个才算是人嘛 对不对 哪里自己死 还把太太小的带去自杀 哪有那么难啊 捡垃圾都可以活嘛 像这个 她就是 真正的人生体验 她这种写的特别感人 第二首 也是在房州写的 银江仙 在房州的 在房州 她已经在东坡住 造房子了 夜饮东坡醒户醉 晚上在东坡喝酒 有时候醒 有时候醉 那就喝很久了 昨天我几个学生陪我喝酒 我以前喝酒的时候是 喝了睡着了 那学生都陪我 醒了又继续喝 又睡着了 最后把学生裂得要死了 就不顾一切 把好好的扛回家了 这样子 所以醒户醉一定喝很久 有时候醒有时候醉 夜饮东坡醒户醉 心情不好啦 心情好怎么会喝这么久 归来恍惚三根 归来的时候好像是三根 几根他都不知道 好像是三根 常为 Cosmo 佳同鼻戏為 猪疼 teor到家里也做了 酷聲大做 敲门都不用 我 累得要死 好不容易 从东坡爬到门口 敲门 睡得像什么一样 憨生像雷公一样响 敲门都不应 有人就说 家童鄙喜会雷敏吗 会啊 我儿子小时候憨生就很大了 这个憨生跟雷敏是没有关系的 家童鄙喜已雷敏 敲门都不应 算了 以战听江神 这像一个大转折 其实前面是心情非常不好 一隐东坡行负罪 归来仿佛三根 敲门都不应 气急败坏 一倚仗一听江神 心情就转 常恨此生非我有 每天就是焦虑 着急痛苦 什么什么 都不是自己 好像是为别人 被别人气温 被别人气渣 这个身体就不是我的 全部是为人在过日子 因为别人害你你就生气 别人怎么样你也生气 总而是看别人脸色 所以此生非我有 何时忘记阴阴 我什么时候能够忘记 人世间这些阴阴狗狗 是非名利的事情 这个时候 根深人静的时候 酒醒的时候 这是觉得 这前一阵子过得太不像话了 以后好好改革之心 越南 根深半夜 风静 非常平静 浮纹 就是颇纹 浮是一种上等的布料 上等的诗字品 那个纹非常的 纹路非常的细 柔细的 浮纹就是像那个诗字品的 纹那样的细 就是江上就是一点一点的 我们看那个时候 那个清风吹在那个面上 就是皱皱的 一点点的那种颇纹 越南风静 浮纹屏 真是太安静了 小舟从此时 真的想 就坐着一条条船 从此就离开这个世界 江海 记医生 我就顿记在江海中 不要再跟人家 那些人真啊 那些什么东西 算了 走吧 这也显得蛮好的 这时候对我影响很大 后来我就说 走了走了 我们不要在台湾住 我们去大陆好了 所以我只要心情不好 就跑到大陆去 这种就是 应该说什么 在某种情绪底下 其实就是 突然就放个情绪 然后就想个办法 转换一下环境 转换一个什么 就把一个 很难过的事情 就把它转过去的 这样子 这个我的经验好几次 这个这种就是 应该说 看得开的地方 其实人也不是说 看得开就好 其实苏东坡不是一个 烂好人 我们说他 爱交朋友 没酒你去找朋友喝 没肉你去找朋友 朋友就杀鸡给他 其实因为他做得很不错 他上当帮人 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 那个福建 还是广东的书生 要考进士 家里没钱 没有路会 结果他就带了 从家里做了 大概几十只纸扇 模仿苏东坡的字机 在上面提字 准备的时候 买苏东坡的字 这可以卖钱 很不幸 从福建到 他本来到 打到开封城去卖的 结果从福建 进入浙江 就到杭州 人家一检查后 苏东坡的扇子 你有沒有搞错 现在杭州刺史 就是苏东坡 你既然 拿到苏东坡 管的地方来 要卖苏东坡的扇子 就 带他去见苏东坡 苏东坡说 这是你写的 还不错 干嘛 我就在杭州 你也起码绕远一点 他说没办法 我要从福建去赶卡 没路会 只能想出这招 你还要多少 还要几十百 何系通通拿来 拿来多少 每一首就写几个字 这是真正的苏东坡的字 你就拿去卖好了 一下就卖光了 因为他的自切子很受欢迎 大家喜欢他的名气 他很乐于助人 他有很多帮忙人的方法 因为他作为一个 有名气的文人 他随随便便都可以帮人的办法 还很乐于帮忙 有时候可以不花力气 像这个就不花力气 其实他办事也是很利落的人 他到席州当赤史的时候 席州是在淮河 淮河会改道 所以习州上有闹水灾 我们知道淮北 苏北这上有闹水灾 他刚刚习州去当赤州的时候 就闹水灾 那个水已经淹到 离城墙 只有三块板 在三块板里头 水就进入城池里面去 就城墙挡住 那时候习都不着急 就把席州的人 都掉过来 墙珠高 水不能灌进来 一灌进来就 浅沉了就死光了 最后剩下三板的时候 有人就说 太守你走吧 你不能跟我们死在这边 万一水进来就完了 你还是帝王长官 你不能只管这个城 你还管别的地方 你走吧 不行不行 无论如何不能走 一直跟习州的老百姓 一直守到水退湖 朝廷还下令嘉奖 所以他当帝王官是很认真的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故事 西湖 西湖这么变得很有名的风景 是因为两个无恩人的关系 白鸡翼当过杭州太守 杭州有一个提叫 我们叫提 他们当地有点提 杭州用人民 组的大路就两条 一个白体 一个苏体 大家不要以为 这是苏东坡跟白鸡翼 每天就在那边做事喝酒 观赏空气 其实不是 改善水利事业 因为杭州以前是 海边之地 那个水都有咸味 所以杭州是 不能住人的地方 后来杭州怎么逐渐发达 唐代的杭州之后 有几个人很认真 其中一个是白鸡翼 前面已经有人做过了 不是当开始的 我看了一下说 看一看只能把西湖的水 引到田里面去 把田里面的海埔地 海埔地有盐分 改造那个海埔地 那个盐水的部分把它砌除 这个才能种田 所以白鸡翼就特别 在西湖那个地方 做了一个水库 而且公告牌 说这个水怎么放怎么放 就写了一个放水的放 白鸡翼文集里面还有这个 如何放水 如何关这个水 这样子 就经过白鸡翼跟几任 杭州之后这样做水利以后 杭州之间发达起来 然后等到苏东坡去上任的时候 苏东坡一看 这个西湖怎么这个样子 这都淫泥啊 就想要有几任的刺死 没进到责任 所以又不能灌溉了 我说这怎么办啊 他说 哎呗 你们去把那个周围的那个 西湖附近的老百姓 叫几个过来 我们讨论一下这西湖怎么整治啊 真麻烦 下面都是淫泥 然后你伊尼要印到什么丢气什么什么 后来说 这个那时候苏东坡已经当过 汉林学士 他们叫他书学士 学士有个方法 你要这样啊 这西湖太大了 我们常常要绕 比如说从东边到西边 要绕一圈 不方便 现在我们把伊尼啊 全部堆在中间 把伊尼挖出来 全部放在中间 让中间变成一条路 把西湖分成两块 然后 这东西走到就通了嘛 那个水也就清好了嘛 我说好方法就清嘛 所以把那个 那个 最后就是把那一条路啊 用伊尼全部弄起来 变成一条硬路 就是我们现在走的书体啊 书体就是这样来的 是苏东坡主的 他不是为了观赏风景 是为了整治西湖的 苏东坡当太守其实很认真的 白姬也是很认真的 大家不要以为这两个是 我看了 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文人嘛 后来看 哎 不错啊 其实能 他们当地方观是很认真方式的 所以他是确实做过好处 为什么说苏东坡是 他不是全部看看 如果能做事 我就做 有给我机会做 我会做的 而且我有认真做 如果不给我做事 那我就好好过日子 过了就发了日子 就是有时候儒有时候道 不是儒道综合 就是有时候过儒家 有时候过道家 有时候没办法啊 明明我当总统 台湾就很好 那不可以我当总统嘛 那我就说算了算了 演讲算了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 有时候你就是没机会嘛 没机会就算了 不要说没机会你就气得要死 气得要死就没用 所以苏东坡是能做事 这样子 看开才有意义 有光明磊落 看开不是说真正看开 就是说 反正那你能怎么样 你还不是要活 对不对 而且只要你愉快 旁边的愉快 起码可以救你自己一个人嘛 有时候我欠我的学生心情 比较不好 你起码不要形成别人的负担嘛 至少你可以做一件好事嘛 你不要别人为你担心嘛 这样也算一种贡献嘛 你看你得了一个忧郁症 那全家都 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子 你堪不堪得了忧郁症 然后大家都痛苦了 像我们家有个妹妹 搞了一个叫什么 叫 卡奴嘛 哇那是很严重 我们几个兄弟都不知道怎么办 这变成我们的负担啊 其实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就是说 不会造成别人的负担 这样我们在看那个苏东坡 我认为是最了不起的作品 在最后 第三类 他被负担到海南岛 那这一次也是超过五年了 从广东到海南岛足足五年多了 而且是回来的时候已经六十五岁了 渡海的时候六十五岁 渡海不久半年后他就去世了 这是他死前半年去 那渡海 身很斗转 天上的星星会移嘛 身就身心嘛 人身不相见 动如身以伤嘛 身心跟伤心都是心嘛 身很斗 别斗星嘛 身很斗转 就是上面的星斗的移动嘛 快要三更天了 就是要渡过穷州海峡到大陆的时候 正是三更天的时候 他要渡海的时候 渡海刚出海的时候 就开始下大雨 到了三更天的时候 就是乙庭 放晴了 苦乙中风 也解晴 苦乙 就是下了很久的乙叫苦乙 中风 就是暴风 淫乙辉辉 也就是苦乙 苦乙中风 也有情的时候 这次是五年了 当然我们说的是 他出海的时候 是下两个时辰 其实他现在是被射回去 是五年多 这次是很严重 苦乙中风 也解晴 阴散月明 水点坠 等到晴了 海上没有暴风雨的时候 阴也散了 月亮出来了 天上除了月亮之外 还有什么东西呢 天龙海色 本质很晴 就是这么清凉 再怎么样 中风暴雨 也不可能遮住这个名利 写得多么 应该说是 光明磊落 因为我这辈子 没有做不对一件事情 我觉得问心无愧 我终于能够回到大陆 这是他的心情 因为他行得正 看得开 最后说天龙海色 本尘清 这就是我 他更有名的讲迹就是 下面那一首 也是很受称赞 浮影 世事感 天上的浮影 跟人间的事情 都是不断的变动 这个不要说人事像浮影 浮影跟人事 都是不断的变动 孤夜跟此心 是永远明亮的 这是他后来 死得很坦然 我这辈子过得还可以 我能做事就做事 我不能做事 我就把它看开 这是苏东坡最了不起的地方 其实他为什么能感动很多人 原来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那你觉得了无遗憾 我们如果老年的时候 四五十岁的时候 不太能做事的时候 嘟嘟苏东坡 就会觉得 你还有一个好朋友 叫做苏东坡 本来说要留十分钟 现在大概睡觉七八分钟 大家随便提个问题 你要说三点十分 所以我还估计留得太多了 再讲一下 三点十分 我搞错了 算了算了 刚刚那样结束蛮好的 不用再讲 有问题就问 没问题我就可以休息了 我们先给吕老师一个热烈烈的掌声吧 十多年前在大学部上过吕老师的课 后来就很少听吕老师谈古典文学 我这次在听他谈苏东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以前我们在读这些东西 像在高中或是国中 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觉得那是要考试 考试要背的资料 是考试要应付考试的选择题的东西 所以很痛苦 可是这次听吕老师在解释的时候 我刚开场本来的时候稍微介绍 我觉得还是 这吕老师其实借苏东坡在探讨自己 我觉得他非常的生活化 非常的口语化 用他最浅白的 尤其他最亲身的 很多很多人生的经历 很多的智慧 来解释苏东坡 或者是用苏东坡来重新解释他自己 我觉得文学其实并不是说是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白纸黑字那个书 文学应该是说就是 你读进去了 白纸黑字变成你个人的一种体悟 我觉得吕老师今天在为我们解释解词 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也许这个是吕老师解释的苏东坡 那我觉得应该大家 吕老师其实希望说 大家透过苏东坡的作品 可以看到你们自己的一些困境 包括怎么样克服这些困境 那么我就做了一些过场 那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请教一下吕老师 来 老师谢谢你精彩的演讲 然后就是听了苏东坡的诗 然后加上就是老师的解释以后 我觉得对人生好像又有更超多的一个 互生服在心里这样 那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老师就是例如说 我们要去鼓励那些失业的人 或是鼓励那些毕业后 就是胸怀大致找不到工作的人 那除了就是除了可以喝酒解愁行负罪 或者是去爬山然后下雨之类的 以外我们可以用什么苏东坡的诗词 或是他的一些几个文字句 然后来就是鼓励他一下 就是老师有没有想到一些 对谢谢老师 这个大灾问 其实这个苏东坡不能帮我们解决 所有的问题 如果你要问我的想法 其实也看大一点 我们现在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只在台湾岛内看问题 其实我们年轻人应该改变眼光 从亚洲来看台湾的问题 其实世界上都看好台湾 只是只有我们台湾不这样看问题 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前途 前几天我儿子刚才日本读书 他打电话给我 他常常跟我太太跟我聊天 他说日本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分析 日本经济学者认为 明年台湾经济至少百分之四成长 英国有一个经济学杂志 预估2035年 我儿子告诉我的 因为我儿子 我教他注意这种新闻 他说台湾路报是什么 2035年台湾的平均收入可能是前两周最高的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前景 人家都看到了 你们把脑筋转一下 我也还是你们的 真的啦 苏东坡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总要转个环境来看 我也不讲白啦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 不看到那个地方去 看到那个地方去 你就知道前途无限 我跟明伟讲 我把它画翻成 以前我们有日本老大可以靠啊 后来我们有美国老大可以靠啊 现在我们有中国老大可以靠啊 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前途很好的 李老师本来是要讲解诗词 现在变成人生导师了 很多人都说啊 他说中国文化跟现代生活没有关系 那是绝对错误 因为是我们现代生活过错了 因为中国文化一直在告诉我们 如何可以生活得很辛苦 可是我们完全不按照中国文化的方式去过生活 才会过得不太辛苦 现在我们物资 其实老实讲 吃穿都没有问题嘛 台湾说没有饭吃的 当然失业是不少啦 而且像我儿子也是失业才跑到日本去写日语的嘛 他已经失业三四年了 我说叫他你在外面写一点语言回来 从中找找找看 因为绝对找不到事 台湾的经济就是完全停滞 这个我以前是这样判断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暂时的那个 青年人找不到事之外 其实这个社会基本上还稳定嘛 就是因为可以吃可以穿嘛 我当然知道有些人是活得很辛苦 我也知道 因为我自己是小时候活得很艰苦的人 所以我当然会注意到人家活得很艰苦 我每次坐进去都问说你开了几个小时 他说十四个小时确实很辛苦 有的人确实活得很辛苦 可是基本上都可以活啊 你转换一下心境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有一个大陆人跟我 大陆一个中年女人跟我发牢骚 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说我妈妈大概也是你这种年纪 我妈妈中年的时候 他更辛苦 他两六个小孩 然后他现身就是我爸爸 常常赌博 然后他没有收入 就是帮人家洗衣服 洗衣服赚钱帮我们缴学会 我爸爸也说良心发现 尤其赚一点钱 那我妈妈就是洗衣服 那我妈不是六个小孩都长大了 有那么难吗 所以人生只要 就是曾经艰难生活过 你都觉得生活没有那么难 现在是 我也是 有时候说大陆说 你刚才在北京市 这个像资本家讲话的口吻 以前那个谁这样讲 他说你刚在北京找到事情 因为工作不到三年 你都要买到一栋房子 我爸爸 我 我们前家 在台北活了二十年 等到我跟我大妹都可以有薪水的时候 我再加上我大妹加上我爸爸 合起来才买一栋房子 为什么现在马上要有一栋房子呢 我们租房子租了二十几年 这是观念问题 我说的是 就是说怎么样活才是幸福呢 可是我不觉得我小时候很苦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 我不是批评他们 其实很困难 我会很了解 我的先生都是失业的 可是你知道 你还是有办法活的 而且你会慢慢进步 有的人我就说你绝对没问题 因为你活泼 你吃苦 你耐老 你一定会找出出路来的 事实上 这个古代的东西 是告诉我们如何生活的 它不是像说 这个可以赚钱的 那个可以赚钱的 那个教我们赚钱的东西 不叫文化嘛 文化是教我们怎么样过日子 怎么把日子过得幸福 那个才叫做文化 所以我现在觉得 中国文化 绝对可以让我们活得很幸福 只要我们回去读一读就是到了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请教那个吕老师 可以了 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各位来宾和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个学期的 这个新闻一复兴的讲座 就到此结束了 吕老师压轴 非常精彩 结束 谢谢大家